全球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 目前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1550万宗 死亡病例人数是步步逼近了30万大关 那昨天星期四美国的单日死亡病例创下新高 达到了3124宗 除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 参与登陆诺曼底大反攻战役的美军死亡人数 也超过了911恐怖袭击当中所死去的美国人数字 基于疫情严峻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 昨天也召开了线上专家委员会会议 讨论辉瑞新冠疫苗紧急使用的申请 最后会议是以17票赞成 4票反对 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建议批准紧急使用辉瑞疫苗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亮绿灯了 来自政府药检机构的多名专家认为 16岁或以上的民众注射疫苗的好处大过于风险 因此同意批准让美国人紧急使用辉瑞药厂生产的新冠疫苗 在FDA召开的咨询委员会表决后 这项决定将会交由美国生物制品评价和研究中心的官员审视 决定是否做出最终批准 另外美国副总统彭斯昨天在一场记者会上透露 预计到了12月底将会有2000多万的美国人 接种新冠疫苗 对于新冠疫苗能在8到12个月内成功研发 彭斯认为这根本是美国的医学奇迹 确实是它是历史的 它是无关于医学奇迹的美国的奇迹 我们实际上是在预计 为美国人的美国有安全性的疫苗 8到12个月之间 这是无听的的 随着新冠疫苗即将在美国大规模使用 准备工作也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物流公司的员工小心翼翼地把冰箱摆放好 除了检查冰箱能够正常运作 也要保证能够维持在零下低温 避免疫苗的运送过程出错